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监管机构如何展开魅力攻势 以维持市场动能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挑战 随着市场活力逐渐减弱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CSRC不再沉默 而是主动征求意见 重视市场的声音 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刺激股市 这一切是否能够有效地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我们也将分析前央行官员盛松诚提出的减税建议 这一举措是否能为中国的消费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他指出中国的消费比重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是否该透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来促进经济复苏 此外亚洲市场即将迎来两年来最繁忙的IPO州 这对于企业筹资的紧迫性及市场情绪的影响不容小觑 我们将探讨这一波动物精神的回归 是否预示着香港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复苏开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与市场动态的新闻 深入分析其背景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近期由南华早报报道的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正在实施一系列政策 以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市场挑战 中国证监会主席在年度金融街论坛上的发言 成为了这场魅力攻势的核心 他强调了金融市场改革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 并主动听取来自金融专家和媒体的建议 这一举动不仅仅是在回应市场反馈 更是向全球投资者传递友好信号 鼓励他们在中国市场进行更深层次的投资和发展 中国政府在9月底推出了一套政策火箭弹 其中包括为金融机构提供股票购买互换工具 以及为银行提供大规模在贷款工具 此举成功地推动了基准股指上涨 CSI300指数在新政策发布后的短时间内 急速上升了20% 监管机构希望市场参与者能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势头 推动更多的市场改革 包括促进优质科技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并购 吸引更多的长期投资等 与此同时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呼吁银行 在提供金融支持方面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尤其是在支持住房市场和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方面 意图通过提供更广泛的贷款选择来稳定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则可能在第四季度下调商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并考虑降低基准贷款利率以增加市场流动性 这些措施显示中国政府在努力提振经济活动和恢复市场信心 在短期内 这些政策似乎已有效地推动了投资者的信心回升 然而长远来看 如何保持这种动力以及更好的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仍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接下来还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前央行高官提出了通过税收调整来刺激消费的建议 具体来说 他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并降低对于低收入人群的税率 旨在增加可支配收入 从而促进消费增长 这一建议的背后 是对中国消费市场潜力的关注与期待 尽管中国的消费增速有所改善 但相较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数据显示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 与一些发达国家在人均GDP相近时的阶段相比 国内消费占比仍相对较低 通过调整税收政策 政府可以在不影响整体财政平衡的情况下 释放消费潜力 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驱动力 我们看到 中国政府已经将消费支出 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但现实情况是 经济增速放缓 就业市场紧张 以及收入增长前景不足 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消费的动能 因此如何有效地释放内需潜力 将是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最后 我们将目光转向亚洲市场的IPO活动 根据报道 这周可能会成为两年来亚洲市场最繁忙的新上市周 企业急于在美国大选之前完成融资活动 香港 印度和日本等地的IPO活动频繁 显示出市场情绪的回暖和投资者信心的复苏 香港市场期待通过高质量企业上市来引领复苏 而印度的现代汽车IPO则是检验市场接受度的重要一环 尽管目前IPO市场的表现令人鼓舞 但投资者仍需警惕市场的波动性和行业的挑战 从整体来看 这些新闻不仅揭示了中国及周边地区 在全球经济背景下的复杂动态 也提供了各国在面对经济增长放缓时采取的不同应对策略 中国监管机构的魅力公示 税收政策调整的建议 以及亚洲市场的IPO热潮 无不显示出区域经济体在逆境中的自我调整与适应能力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各方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 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华尔街网报 希望这些信息能为您提供更广阔的视角 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财经动态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简称CSRC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部门 负责监督管理全国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成立于1992年 CSRC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执行有关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政策法规 维护市场秩序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防止市场风险 并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组织结构上 CSRC设有不同的专业部门负责不同的职能区域包括发行监管部 上市公司监管部 机构监管部 期货监管部 市场监管部等 这些部门共同协作对中国内地的证券和期货交易所 上市公司 证券机构 期货公司等进行全面监督 CSRC的成立背景与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 股票 债券市场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这些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监管机制来保证其健康运行 因此 CSRC的设立旨在建立一个规范 透明和高效的市场环境 在历史上 CSRC经历了多次机构调整和改革 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1998年 CSRC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出来 成为直接由国务院管理的机构 这一变革强化了其在市场监管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2014年 CSRC进一步深化改革 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措施 如优化新股发行制度 加强信息披露 以及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在数据方面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CSRC监管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2023年 中国已拥有多个证券交易所 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数量超过4000家 市场总市值居于全球前列 此外 中国的期货市场也在迅速扩展 成为全球期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说 CSRC在中国金融市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其政策和监管行动 对于市场运行和投资者信心有着深远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加速 CSRC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需要不断调整监管政策 以适应市场变化 保持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